谢国良昨天通过了罢免案的考验 有人说他胜利了 可是失败的是谁呢 媒体指出这一个人林又昌 他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也是前基隆市市长 说他是吞下了两次的败仗 两度败给谢国良 大家要知道 林又昌市长在基隆执政八年 他交棒的时候 他丢掉了基隆市宝座这一 他要交棒给蔡世英 他辅选失利 并且我们看到基隆市的立委这一席 也是由国民党拿去 所以大家知道 对林又昌来说 他是败败败 再加上这一次的罢免案 他又败了连三败 我觉得今天的关键点在于 林又昌基隆他出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说 当然我觉得台湾常常是选举来认人的胜败 这个是我们人性上面 是平常 就是只要谁赢了 我们就觉得他都是对的 谁输了 我们就觉得他通通都是错 坦白我觉得说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真正道德的事情 因为有些人用取巧的方式 豪夺的方式 赢得了选举 可是并不代表说 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只是台湾人习归微大便 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可是林又昌的状况不太一样 今天问题不是他输 今天的问题是在 他到底在这个东岸商场上面 到底那个问题 他牵涉有多深 因为他不是只有东岸商场 他还有信二停车场 那你要让我们说 只有基隆市的一个小小的临时雇员 然后就可以出这么大的问题 在你林又昌阵内 刚刚好就这个雇员所释放讯息 然后去跟他们交换的大日 然后在你的任内 有那么多的这个标案 全部都标到 你要做这种巧合 我其实一点都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林又昌的问题 是他在基隆市留下的这些弊案 能不能被查清楚 我反而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林又昌 其实你几份民调 你都看到说新北市 他的希望本来就不大 他不用连三败他都不大 那更何况是连三败 所以关键点不是连三败 而是我觉得对于基隆的这些弊案 我是很希望 不是说人既然已经下台了 好像就没事了 不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这里面的 这里面的是非对错 还是要去查清楚的 弊案就是弊案 不应该被遮蔽 所以林又昌其实自己应该好好检讨 他在基隆八年 他自己说他每一次在杂志的这个排行 都名列前茅 说他很棒 可是为什么基隆人 没有再继续选择民进党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要自己来做一个检讨 包括刚刚凤馨姐的讲的弊案 大日公司 他拿下了很多基隆的标案 可是后来发现有好几个 最少两个案子出问题 一个东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姓二 所以讲到图利这件事情 这个检调要不要好好的来追查一下 不只大日跟姓二 他那时候这个林又昌在当基隆市长的基要秘书 是收钱卖关 收钱给关 他收了4万块 然后被判 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拿基隆市的这个位置 那个环保员工 然后他不符合资格 然后收了钱 然后让他过关 这样子贪腐 所以我说真的林又昌在这一局 为什么讲三大错误坏了这个赖清德 想要罢免时代的一盘棋 因为第一个林又昌的这个市政是负战 因为他太多弊案了 第二个你的绿营跟侧役 根本没有来由你就是无脑的去发动这个罢免 结果你的这个发动理由根本不存在 第三个 这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一个 你民进党明明介入了 连署战 然后呢去塞那个面子基隆市党部民进党的 然后去塞信乡最后那个代子 你偏偏从林又昌到这些民意代表说 民进党没有介入 没有政党介入 你不是没有政党介入 你是政党介入失败 因为很难看 你介入了还搞成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讲 如果一个林又昌 他在整个的三大错误 看起来是蛮无能的 我说真的 然后他的政治判断之第一下 然后他是一个战犯 现在赖清德还不处理他 所以我想说他应该是要倒数计时 准备下台了 如果今天林又昌还不下台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书系的书巧会委员要小心了 代表不是赖清德讲的说 你们不要讨论党业的选举 是政选之人想得算 你们不要讨论 你们这种粗暴很多的也没有关系 反正到最后新北我要给谁就给谁 那对于书巧会委员努力了这么久 有公平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在整个的林又昌 他在整个基隆已经搞砸了之下 我们就看赖清德怎么处理